那因為我最近剛生一個小孩 所以之前提的案子都是小孩相關的 例如說自主生產計畫表產生期 或是母乳一指頭之類 但是我今天臨時想到一個提案 因為我剛剛聽到好多提案 其實之前跟之前很多已經做到一半 然後停擺的專案有很高的相似度 例如說剛剛那個陸屏專案 其實在第三次黑客森 就是第三次是什麼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 2013年的時候 黑客森已經做到一個還蠻 可能已經有五六成的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小農業的東西 其實ETVLU之前也做過一個mark out 所以很多其實是重複的 那我剛剛挖了一下 其實之前有一個 Ginney有一個project pool 就是有一個匿名人士 他就是匿名上IRC 然後把Ginney相當 大九成的專案都抓出來 資料抓出來 然後放在 ginney.github.io project pool 那其實在那個 現在官網 ginney.tw 已經也有一個project pool 那我想要說 看有沒有可能 做出一個 可以由大家來把資料填上去 然後他就會自動生成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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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一個一個地方 那每一個人就可以 以後提案的時候 可以先到這邊來看一下 那這邊其實有非常多喔 那 欸這個也滑不下來 那反正大家上去看一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想應該是需要前端 我們需要一個介面 然後還有一個讓大家可以自動上稿的介面 然後看後端的那個資料是怎麼整理 所以前端到後端就需要 那 其實ginney之前一直有 ginney基礎建設的小松 不定期會發起 那最近大概半年已經沒有發起了吧 所以 如果有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能近期或是 不知道 近期可以再度來約一下 ginney基礎小松 基礎建設小松 那有興趣的話 我坐在前面 好謝謝 謝謝